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库 杨天迪 今天是11月24号 礼拜二 台股在今天的走势 不太妙 我讲的不太妙是因为 他曾经做了一个吉拉 在十点钟的时候出现吉拉 但吉拉之后却是盘跌 这种走势通常代表是拉高在调节 所以我想短线上面来看的话 大盘在今天已经达到了季线的位置 季线在8414 我们今天收盘8400点下 不过季线虽然季线还没有正式跌破 但是呢 那么短线上面来讲 已经开始在偏弱 台股的部分在偏弱 那既然台股的部分在偏弱 除非一个状况 明天开高走高把它拉回去 明天开高走高拉回去 否则短线上面来讲 这一部分 如果8400点正式失守 不失守8400点可能要回到这个位置 8200到8250点 这是我目前对大盘的看法 因为台股偏弱 偏弱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大力光 大力光 古王大力光在今天中错了9.2% 快跌停 快跌停 那大力光为什么中错 因为美系外资调降了它的平等 从3600块降为2100块 一降就降了1500块 这外资的降频是造成大力光在短线上面 那么走弱 而大力光的走弱又产生一个问题 它会造成投资人的信心 多头的信心会失调 所以这个地方大力光的走弱 那么也就代表了大资金 在短线上面是占到卖方的 第二个部分 比较重要的关键点是在于 最近最强的族群叫生计 那生计族现阶段 大概分为两批的一个结构面 结构面分为两批 一批是什么 有部分的投资人杀掉非生计族 去转积生计族 这一定有 所以生计股的滚动式的一个 一个结构还非常强 可是生计股的滚动式结构 已经走到了以本益比为主 所以以本益比为主 就是比较基欧的生计股 开始在做补涨 像419的续付就是这样 这个可以赚六块钱 所以它股价总是 开始形成一个补涨的结构 这一段就拉上了 生计股的走高 它产生一个资金排挤的效应 所以当生计股往上推升的结构 当中就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不买生计股的会退出观望 这就是大盘没有量的原因 那买生计股的 有一部分买生计股的 它就不断的去追逐生计 所以造成资金比重 在生计身上就越放越大 但是其他股票就失险 所以昨天本来预期太阳能能够接棒 今天看起来不能 没有办法接棒 所以太阳能变成一日行情 不过太阳能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 它今天没有大跌 今天太阳能并没有大跌 甚至矽晶圆的绿能 今天还往上走 昨天的绿能走高 今天再走高 短线上面来看 目前看起来太阳能还不能马上认定 它就不能接棒 但是短线上面而言 在生计股的身上 还是盘面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想几个重心点 第一个大力光的走弱 第二个这个资金过度集中到生计 所以产生了投资人在短线上面 那么因为出现了盘面 盘面出现了击杀就撤退了 我也撤了 我也撤了 有一部分资金已经撤退了 我今天卖了很多股票 卖了银帮吧 我127卖了 卖了银帮 然后呢 我们今天撤退一档股票叫做建林 228的建林 那为什么撤退建林 跌破季线之后没有反弹 昨天跌破季线 今天我看了一天 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弹 那基本上跌破156 这个前波低点 短线上面就走弱 所以我就站站卖方 跌破156之后我就站在卖方 我想这是一个 撤退出来歧视 我在等什么 汽车零组件的部分 仍然是我看三年长多的题材 可是今天汽车零组件 大多都是中错的 你看哦 建林是跌了6.25% 龙头叫做352的同性 今天跌幅啊 收盘跌6.66% 比建林还大 盘中跌幅甚至比建林还大 虽然收了收缴 收260.5%到266% 那同志的一个拉回 我出建林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部分就是建林本身的现行转弱 第二个部分就是 如果你同志拉回 我觉得同志更值得买 这是短线资金的一个活用 当然更重要就是 如果说汽车电子 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因为它是长多的结构 长多的结构 它的转弱代表中线筹码的释出 就代表中线筹码的释出 有没有 中期的买盘 开始做霍利尔杰的动作 所以造成它股价的下杀 中期的买盘在做撤退 那这个大盘的结构 就会偏弱了 我再把我的观念 跟各位讲清楚 如果台股的部分 是纯粹的技术现行的转弱 那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杀下来 那是所谓的一个 没有量之后的一个下杀 可是如果连中期的股票 都开始出现急杀的动作 那代表中期买盘在撤退 这一部分 我就必须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卖掉了建林 我卖掉了3693的银帮 那么我卖掉了6285的企机 那企机的部分 今天集冲上来 我在91块以上 把它获利了结 这一段的企机 单股会员的两成仓 在今天91块全部卖掉 我卖掉了华金科 我再讲一次 我今天卖掉的部分 我调节了一些股票 华金科 企机 建林 银帮 我都做了调节 除了环保小肩兵我没有卖 那西术同盟的系统店 我没有卖之外 我大概有做一些减码 那这个减码的一个部分 我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就是 台股等你回稳到 季线之上之后 我再重新去寻找新的主流 第二层意义就是 如果你真的往8250点 或8200点去做一个拉回 我去寻找 这个所谓的一个 汽车电子的长线的低点买点 那这一部分 我先锁定352的同志 那我想这是一个操作上的应对 所以我想 这一部分的行情结构的发展 走到目前为止 并不是我乐见的 也出乎我意料之外 但短线真的走弱 那既然走弱 就减码阴影 那这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些观念 那下阶段回来之后 我会跟你谈一下 大力光的部分 对于盘面的结构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休息一段网告 大家关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大力光在今天的走弱 来自了外资条降了它的平等 从3600块降到的2100块 如果你去看它的理由 那会吐血 那会吐血 所谓看理由会吐血 就是美系外资说 为什么大力光会掉下来 是因为 他说来自日本镜头大厂 叫做康达志的威胁 这个康达志是日本的第一大的镜头厂商 他说因为大力光会有竞争者 哪一家公司没有竞争者 日游也会有可民未来竞争 不是吗 所以我常在讲一件事情 当你看坏的时候 你的一堆理由 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 我叫做狗屁不通 狗屁不通 就像当初的这个联发科 是不是告诉你展讯跟你竞争 然后跟你谈什么 谈高通跟你竞争 联发科一直在跟展讯 跟高通竞争 不是吗 全市场有哪一家公司 它是单独生产 而没有任何竞争者 找不到吧 不管 他的理由是这样 这个理由说 来自日本镜头大厂 康达志的一个威胁 这也就罢了 因为他说可能在iPhone7 就是新的iPhone里面 会分拾大力光的订单 这是他的一个讲法 另外一个讲法说 因为玉金光 3406玉金光 切入到高阶镜头 所以对大力光是有威胁的 那不是狗屁理由是什么 玉金光一直跟大力光有竞争啊 而玉金光的良率 一直不如大力光不是吗 当然我不是为大力光说话 我只是说 当外资在看坏的时候 他的讲法会让人没有办法接受 当他看好的时候 他一昧的看好 看坏的时候一昧的看坏 当然大力光的走弱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代表什么 大资金的撤退 这会造成投资人信心的崩盘 就是大力光今天中错 所以投资人就开始 已经开始紧张了 然后又发现到电子股的失血 所以造成台股在今天出现了 大跌了85点的现象 这就是今天大盘大跌的原因 好的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要怎么去探讨 大盘的结构 因为台股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目前的位置当中 他正面临季线的一个保卫战 虽然季线是 我刚才谈到季线是往上扬 理论上不容易一次跌破 但是也不排除你刻意压低全资股 譬如说你压低大力光 它就有可能影响到指数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要去观察一下 如果跌破 8400点如果被跌破 他要回到8200到8250点 如果说回到这个位置 我们再去观察一下 有哪些族群能够正式的起步 说非生计族群 我讲的是非生计 因为现阶段生计股 它集中了大多数的人气 也代表着投机力在膨胀 当投机力在膨胀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有个尽头 有一个最大最高的一个尽头 那这个尽头 什么时候开始 当生计股出现了这个追价乏力的现象的时候 资金才会移出来 否则目前资金是移不出来 因为你大部分人都会知道 买生计比较容易赚钱 但是今天有很多生计股是沙尾盘的 对吧 你知道就好 那我不讨论这个东西 那现阶段我们的操作 我原先的想法是太阳能能接棒 为什么太阳能能接棒 是因为农地重点 这是行政院公布的一个措施 那这一部分 对于太阳能产业是非常有利的 我也跟各位分享过 我在单股会员的时候 我买了五成仓的中美金 那中美金 583中美金今天拉了回来 拉回来 好 今天压了回来 跌掉2.5% 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为什么买中美金 因为我不确定生计股它是不是 我不确定太阳能是不是 马上能够接棒 那目前看起来太阳能没有接棒 可太阳能的部分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部分太阳能没有什么跌 所以他还是有接棒的机会 也就是说 茂迪的部分也好 或者像今天的绿能的部分也好 这是矽晶元 茂迪是太阳能电子 他们还有什么 还有机会 如果说短线上面而言 生计股的追加法力之后 太阳能能接棒 那电子股的滚动之后 是太阳才会起来 所以我目前的单股会员的部分 就是五成仓 保留五成仓的中美金 昨天买进了 那我在今天出掉了6285的起机 在91块以上 这是最后的两成仓出掉 当时单股会员买的时候 是82块半 然后在今天91块把它出掉 出掉之后 那么这个获利了结 就落袋为安 那起机的部分 其实我的一般会员 是这样操作的 62块买68块卖 卖完之后71块买 72块买完之后82块加码一次 到今天91块全部出掉 91块以上 我全数获利了结 获利下车 这就是减码操作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想后面行情的波动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去观察我做结论 我下结论 因为现在时间不多 我的看法是这样 季县的保卫战 我给各位的建议是 先减码因应 因为我们找不到非生技族群当中 有谁是能够做接棒动作的 我目前看的是太阳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先减码因应 第二个部分 因为汽车领主界 它今天出现了重挫 是击杀 这个重挫的行为 而这个族群叫做中长多的一个族群 所以中长期的买盘 大概在短线上面撤退 所以你去观察汽车领主界 什么时候回稳 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我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就电子股当中 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 接棒的动作起来 如果没有 短线你就保留大部分的现金 那剩下的部分 就等后面 有真正能够出现 滚动式的一个结构 接棒的一个股票阶段主流出来 否则在目前为止当中 我的看法是 比较稍微保守一点 但是 因为汽车领主舰的下沙 所以我也在等这个东西 我也在等同志 上次没买到 我也在等同志的一个下沙 所以我出掉了建林 其实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同志如果来到我要的一个价位 我会进场去做布局 那也欢迎各位 能够跟上脚步 谢谢大家收看 年同时间再见 拜拜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